现在我们讲分式线性函数保对称点的这个性质 那么什么是对称点 我们说所说的这个对称点是 我们说Z1Z2关于圆 我们说Z-A 在决定值等于R 关于这个圆对称 它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Z1Z2 在过或者说在 从A出发的 同一条设限上 第二个是Z1-A乘上Z2-A 就是Z1和Z2到A的这个距离相乘是正好是等于这个半径 半径的平方 也就是说 如果这是A点 那么这个是Z1 这是Z2 那么它们在同一条设限上 然后它们两个的到A点的距离相乘起来正好是半径 是半径的平方 当然说如果我们把A点的A的对称点 我们把它规定为无穷大 因为A-A等于0的嘛 好 这个时候我们说Z1和Z2是关于这个圆对称 那么很显然从这个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其中一个点在圆的内部 一个点在圆的外部 那么如果说在圆周上 那么它就是那么我们很显然 我们知道圆周上的点是它自己的对称点 圆周上的点是它自身的对称点 这是我们对称点的一个定义 当然说这个对称点 它是从关于直线上的对称点推广过来的 因为直线也是圆的一种 我们不详细去解释这种推广 那么有它直线上这个对称点的推广性 它有另外的 有另外的这个 定义 另外的定义 有些书上是这样的定义 就是说Z1Z2 关于圆 我们C吧 这个Z-A 等于R对称 它的定义为 过Z1Z2的任意圆 与C正交 或者说是过它的所有的圆 但是我们不采用这种定义 是因为我们这有个存在和存在性 那么我们当然说这个定义 我们有后面的定义 我们知道它是实际上是等价的 但是这个定义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么过Z1Z2的任意圆与C正交 那么这个就存在一个存在性 那么如果Z1和Z2 它们有一个圆不与它正交怎么办 或者说你能不能确定它存在这样的点吗 存在Z1Z2的点 过Z1Z2的所有的圆都与C正交吗 这就有一个存在性的问题 当然后面我们有这个定义证明 它们是等价的 但是这个定义本身 它还有一个存在性的问题 那我们不采用这种定义 那我们来看它的 刚才我们说这个定义 那我们就给出这样的定义 这个过Z1Z2的所有的圆 都与C正交 我们说扩充负品面上 两点 Z1Z2 关于圆 或者说圆周吧 CZ-A等于R对称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然后我们直接用这种写的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过Z1Z2的所有的圆 与C正交 就是它说它们交点是垂直的 那我们来证明 首先我们证明这个必要性 也就是说Z1Z2 关于C 关于圆周 这个C是对称的 好 我们先从这个出发 先证明它的必要性 如果证明它们是对称的话 那么过这两点的所有的圆 都与C正交 既然是关于C对称 好 那我们看 好 既然首先是关于C对称 那么我们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 过Z1Z2的直线 我们说直线是圆的一种 我们认为它是这个半径围无穷大 过Z1Z2的直线 那么 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定义是 从A点出发的射线 在同一条射线上 那么这个直线 这个直线我们记住γ 那么γ它是过A点的 也就是说γ是它的这个半径的延长线 半径跟圆周本身是正交的 所以γ与C是正交 半径 与圆周正交 我们知道的 第二我们如果说过Z1Z2的圆 我们也叫做γ半径是有限的 我们来看一看 好 那么 这是Z1 这是Z2 画的不太好啊 那么这是Z1这是Z2 我们从这个C的这个圆心A 做γ的切线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切线一定是在这个点 一定是在他们的焦点 我们把这个焦点 继续 我们说以γ的焦点继续 这一匹 那我们有平面几何的 这个切割线定理 平面几何的切割线定理 就是从这个圆外一点到这个圆上做一个割线 它交的两个点 如果这个记作A这个记作B和P到这个圆做一个切线 如果我们把这记作D 那么也就是说PD的平方 等于PA乘上PB 好 那我们就知道 从这里 我们A是到这个γ上做一个切线 所以A 这个ZP解A 就是这条切线的长度 切线长度的平方 那么是Z1-A 这个割线这两点 PA乘上PB 这是PA 这是PB 但是我们知道 Z1-A的长度乘上Z2-A的长度是等于R平方 R平方也就是说 Z-A的平方等于R平方 那么也就是说 ZP在Z-A等于R上 在这个圆周上 所以焦点是在这 但是我们知道 切线 跟圆 这圆的半径是相交的 是相交于直角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是切线嘛 它跟圆周 这个 跟圆周 这个 过这一点的 这个半径是正交的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说 在这一点 我们知道 C 与γ是正交 这是我们知道 如果说关于 关于一个圆周是对称的 那它们 过这两点的一个 任意的一个圆 都与这个 C是正交的 那我们现在来证明 从分析 我们证明 过任意的一个 过这两点的 任意的一个圆 与这个C正交的话 好 过这两点的 任意的一个圆 与C正交的话 那我们Z1Z2 就是一个对称点 我们说过Z1Z2的任意的圆 C如果是正交 好 那么我们还是先画个图 这是A 这是C 这是Gamma 好 我们 这是Z1 这是Z2 我们说它们都是正交的 那我们这样看 我们先说 过Z1Z2的圆 Gamma 我们说它是 我们先考虑半径为有限的 好 与C 是正交 与C正交的话 那其实我们 一样的方式 我们去 这个交点是Z1 所以 Z1Z1-A A的平方 还是我们刚才的切割限定理 等于 A 这是Z1-Z1-A 乘上Z2-A 那么因为这个是等于R平方 所以我们得到Z1-A的长度 所以我们得到Z1-A的长度乘上Z2-A的长度是等于R平方 所以这个等式是满足的 那我们另外 我们 我们连接 我们连接 又因为 连接 这个Z1-Z1-A的直线 一定是与C正交 因为直线是圆的一种 我们说直线是 是这个半紧无穷大的圆 那么 因为 因为它任意 这个直线也是 也是圆的一种 所以它也是与C正交 也就是说 既然与C正交 那么 直线我们也记住Gamma 所以Gamma一定过A点 也就是说 Z1-Z2 在 过A点的射线上 所以两个条件都满足了 所以也就是说 Z1-Z2 是 关于C的 对称点 也就是说 对称点跟 这个 过这两点的任意圆 与C正交 这个是等价的 那么有些教材就把这个当作是这个对称点的定义 那么有了对称点的定义以后 我们就有这个 分式线性函数 它这个保证要保对称点性 也就是说 分式线性函数 将对称点变成对称点 好 或者严格的说法是 我们 说是扩充 复平面上 Z1-Z2 关于这个 C Z-A 等于R 对称 W等于AZ加上B CZ加上D 为一个线性 分式线性函数 它将 这个C变成 扩充 W平面上的圆 我们记住C变成 我们记住C变 这 W将 Z1-Z2 变成 关于C变成 关于C变的对称点 关于C变的对称点 这个证明很简单 因为这个分式线形函数 将圆变成圆 将圆我们把C变成 圆 C帖 那么 他也将 我们把这个 他也将 过 C1 C2的任意圆 变成 W平面上的一个圆 那么我们有分式线形函数的性质 因为分式线形函数是保原的 而是宝宝形的 我们 过任意圆 我们把它寄作 Gamma 这个Gamma撇 它是宝形的 所以也就是说 Gamma一撇 与C一撇 也正交 然后 W1 W1等于AZ1 Wi AZi 加上B 这是 CZi 加上D 他将Z1 他将Z1 变成W1 Z1 Z2 变成W2 Gamma 所以这样的话 又因为分式线形函数是宝形的 所以说我们得到过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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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W1 W2 的任意圆 与 这个 C'正交 所以W1 W1 W2 为关于 C'的 对称点 这样的话 我们证明就完了 因为把圆变成圆 分式线形函数 把圆变成圆 又是宝形的 所以 把正交的圆 变成正交的圆 可以 简单的这么说 分式线形函数 保形 好 又保形性 又保圆性 所以 将 正交的圆 变成正交的圆 所以 这个前面我们说那么多 实际上就是 这么一句话 我们就证明它是 保对称点 因为是把正交的圆 变成正交的圆 那么 过两点的这个 过两点的任一个圆 对称点性 那么 分式线形函数 分式线形函数的变化 这么下 那么 也是 把过 相点的两个 两个相点的圆 把两个点的圆 变成相点的圆 那么 与 这个C片是正交的 这是分式线形函数的保对称点性 我们再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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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